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在生活中,说话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天天都说话,不一定代表会说话 很多时候,一方滔滔不绝,一方被频频打断,看似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但其实两个心已经越走越远 人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而修炼并非一蹴而就,从灵魂到思想逐步改善 让一段关系从亲密走向分崩离析,只要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就够了 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学会了说话,却要用一生学会掌握说话的分寸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嘴有多刻薄,命就有多苦 常言道,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嘴是话语之门,心灵之窗,福祸之本 一个人的命运好坏,离不开自己的嘴 说话越强硬的人,命运就越悲惨 嘴有多刻薄,命就有多苦 佛经有云,所有人出生,口中皆寒福 语言是最锋利的武器,说话尖酸刻薄,就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报 纪晓兰在《月威草堂》笔记中说 有一位侍奉她的婢女,说起她的祖母带人不错 就是特别爱骂人 后来也没发现祖母生了什么病 舌头却从舌尖烂到了喉咙足足几日 说不能说,吃不能吃,痛苦煎熬之下离开了人世 纪晓兰补充道,想来是这位祖母造下的口叶太重 所以唯独舌头会烂,异常痛苦 想知道一个人的命好不好 先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口德 如果说话一直口无遮拦 那日积月累下福奇跑光,灾祸就来了 鲁迅在《历论》里讲 有户人家喜得林子,邀人赋宴 众人看了这孩子纷纷贺喜 主人也十分开心 独有一人上前看了眼这孩子 说他终归是会死的 于是众人合力痛打了此人一番 不仅如此,之后的宴席谁也不愿请他来了 说话幽默不代表刻薄 给别人难堪,心中生怨 其实最终还是会抱在自身 之所以会犯小人 不过就是因为常年累月攒下的就怨 一句话得罪同事,工作就会不顺利 一句话伤害亲朋,生活就会不顺心 每天都叫嚷着怨言的人 遇到的挫折也比别人多 经常咒骂别人的人 生活就会越来越困难 运气也格外糟糕 如果你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和事 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在过着他们嘴上所说的人生 嘴巴吐出的话都会在生活中真实兑现一张刻薄嘴 再好的命都会走 好好说话才是为自己积福 管好自己的嘴,才能守住自己的福 嘴要说好话,心要存好心 有位姑娘早晨上班时在电梯前遇见了同事阮姐 打过招呼之后,姑娘看了看阮姐的打扮 说道 哎哟,阮姐,你今天的衣服搭配得很别扭啊 你这种衣服和发型不配啊 结果阮姐因为那姑娘的这么一句话 好心情一下子就 消失了,生了一天的闷气 有位老人在路上遇到邻居 邻居问他干什么去 他回答说去看音乐周 那位邻居听了之后说道 嗨,这就是小市民趣味啊 有什么可看的呢 之后老人走在路上 心里头总不是滋味儿 不断地碎碎念 什么叫小市民趣味 什么叫小市民趣味 到了刷院门口 他想了好一会儿 最终没有买票 但心里始终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假如你是哪位软姐 听到那样的话心里会高兴呢 假如你是哪位求人 听到别人说你小市民趣味 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呢 对于好话 喜庆的话 谁都不会拒绝 而对于坏话 别扭话 没有几个人会有好脸色 难道说好话就这么难吗 如果你不 会说好话 那不妨多去商店里逛逛 好好地学一学 百货公司里 化妆品专柜的店员 永远都不会说的两个字 是老和丑 每天都会有一些中老年妇女 来到专柜前 说自己被闻又多了几条 脸上的色斑又跑出来了 眼带似乎越来越明显 她不是要找专柜店员承认她的老和丑 而是渴望别人给她一点希望 让她重新拥有自信 这时候 那些业绩惊人的专柜店员就会说 您看起来就像我的姐姐 甚至更年轻呢 不会 您这个年纪这点色斑算是很少的 我看过很多女演员 年纪轻轻的色斑比您的多很多呢 您的皮肤保养得真好 看起来又白又嫩 只是水分稍微少了点 我们刚好推出一组保湿美白的乳液 挺适合您用 要不要试试看我看看 至于尾纹 每个女人都有 您的一点也不深 而且我敢保证您的生活一定很幸福 幸福的女人常常笑 笑得多了才有余尾纹 而且您笑起来眼睛特别有魅力 如果我是帅哥 一定要追你来 这瓶除皱霜 可以让您的余尾纹变得更浅 慢慢皮肤又会解释了 老实说 这些专柜店员 各个都比心理医生还厉害啊 他们全部是宫心说话的高手 一个从事心理咨询的医生说 对女人来说 最好的心理医生是化妆品专柜店员 很多心理医生在恢复病人自信的功力上都比不上他们 好听的话人人爱听 不好听的话人人唯恐避之不及 多说好话 1.美、鼓励、安慰、增强他人信心的话 是一种顺乎人心 使人身心愉悦的行为 如果我们能常说好话 就能改善人际关系 如果每个人都善于说好话 则能促进社会和谐 化解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就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 一起来多说好话 常说抱怨的话 普遍不会有好运 生活当中 不乏有一些人活成了一个怨妇 浑身的负能量 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归结到别人身上 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会忍不住怨天尤人 埋怨命运对自己不公平 埋怨自己所嫁非人 一张口就是满满的负能量 整日里哀声叹气 愁眉苦脸 这样的人好运都会被赶跑 当然 我承认这个时代确实是有不公平的 天更好一点 如果只是每天在嘴上抱怨着 却从来都不去付出努力 这样的人终其一生都不会有好运 嘴上积德 才会积累福泽 我们每天每个人说的话 都在无形当中给我们积累着福报 多说好话的人 命运会对他们格外偏爱一些 而那些总是把损人的话挂在嘴上的人 最后也不会立即 迟早会害了自己 一个人说话很简单 上下牙齿一碰 不需要费任何力气就可以脱口而出 正是因为说话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 所以很多人根本不会在意自己的嘴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毫不避讳 有一些人专接人的短处 说话就像是刀子一样 会拆人的伤疤 专门接人的痛处 只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快感 有一些人说 话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打着开玩笑的名义 却对别人指之点点 殊不知自己一时的玩笑 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痛苦 嘴上伤人的人 命运也不会对他有所馈赠 多给自己嘴巴积点得 才能够给自己积累福泽 好运才能将尽 嘴上积德 那是福 嘴上无德 那是祸 不要小看嘴巴 多说好话 是在给你积攒好运气 一个人的嘴 就是你的风水 别不知道 不要忽略了嘴巴的重要性 很多时候 嘴巴会给人带来 如沐春风的感觉 也会在无形当中 伤害一个人 你在用嘴伤害别人的时候 也是在破坏了你自己的风水 看上去得到了一时的快感 实际上最后都会反噬到你身上 少说恶毒的话 少说抱怨的话 少说损人的话 多给自己嘴上积德 才能够福泽延免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人说为了钱 有人说是为了名 也有人说为了利 其实都不是人这一辈子 此就是个过程 经历必须经历的 烦恼必须烦恼的 体验必须体验的 就是一生 人活着 不为其他 就只为了好好地活着 待到暮年 回首人世 这一成无悔来过 便是最大的满足 何为一生 因为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 都脚步匆匆 被现实和金钱捆绑 被执念和不甘束缚 然而 一个人百年之后 终归尘土 在这短暂的生命里 我们奋斗一生 带不走一草一木 我们执着一生 带不走一分虚荣 爱慕既如此 又何必苦守着 这万千执念 百扰了自己的余生 有个小故事 一小和尚替师父养兰花 师父十分钟爱这株兰花 冰煮小和尚要 按时浇水 不能曝晒 小和尚不敢怠慢 每天勤勤恳恳地照顾他 但是有一天刮起大风 兰花被风吹折 小和尚到师父那里去领责罚 老和尚听了后 却异常淡然 拥有时已经尽力 失去时又何苦挂爱 看了后深有感触 人生如同梦一场 本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 酒色才气皆尽花水月 功名利禄终成过眼云烟 看淡得失 笑谈一切 方不负人生虚余 人的一生除了生死 其他都是擦伤 何为人生 前段时间 一位朋友来电 他说自己总觉得活得好嘞 很压抑 很多时候 有种快崩溃的感觉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劝他 你是一个过于追 求完美结果的人 很多经历中的美好 在你急切盼望 一个好的结果中 白白浪费掉了 其实 无论是生命还是生活 我们看中的应该是过程 那才是一种真真切切的体验 才是我们要去感受的 至于结果 尽力而为就行 人活着不是为了前房车 不是为了名利情 而是为了感受世间的人情冷暖 体验做人的种种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事情并不能如愿以偿 很多意外我们不曾预料 可是我们认真地走过每一个日子 在酸甜苦辣的千斑滋味里 品尝着烟火生活 这又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一辈子谁也争不过朝夕 不必太在乎得到与失去 不必太计较拥有和错过 倘若难过多了 快乐自然就少了 计较多了 幸福自然也就少了 作为凡尘俗事理的一员 尽情地去享受生命的每一刻 细细地品味生活此时的每一个细节 把每段岁月过得它是无憾 才是人生的智者 何为活着 也许我们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常常硬着头皮去做许多不喜欢的事 逼着自己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 习惯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为难自己 可是人生短短百年 不就图一个自在 图一场痛快 然而 现实中很多人往往本末倒置 一直担忧着操心啊 每一天都活得很累 要知道 我们来这时间走一趟 是为了不辜负自己 所以从今天开始 别再苛待自己 记得多听一听内心的声音 因多给自己一些温暖和关心 一生很短 别用条条框框 将自己束编起来 在忙碌的生活之外 存一颗闲静淡泊之心 学会放下负累 学会舍弃烦恼 让自己的精神重获新生 求得一个轻松自在的生活状态 什么是成功 有人是商界大佬 有人是后路高官 有人是文学翘楚 有人是艺术鬼才 也有些人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虽无巨富 但生活无忧 有些人虽在平凡岗位 但日子安稳幸福 有些人没有明满天下 但内心充实 灵魂风鱼 有些人没有登峰造极 但一枪赤城 热爱创造 一个人到底多成功才算成功 是非要在亿万人里拔尖才算成功 是自我期望的实现 并不是和外在的比 叫 只要达成心中所愿 不管成就大小 都是成功 什么是快乐 生活总是悲喜交织 悲伤无常 快乐无常 没有谁能一辈子沉浸在一种情状里 天到如此 事实都是循环往复 快乐是一种短暂的情绪 并不会因为谁的追求 而变得长久 如果快乐来临 那就全心享受这片刻的欢愉 如果快乐未曾到来 不要苦苦追寻 在宁静的心绪中寻找自我 审视灵魂 逆境 不畏痛苦到来 顺境 全心享受愉悦 在平静的日子里 平和安然 心无杂念 就是最大的快乐 每个人的一生 说到最后 只不过是简单的生死二字 但由于有了命运的浮沉 有了人世间的冷暖白 太简单的过程 也开始变得跌宕起伏 纷繁复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其实人们对于福气和苦难 这两个词是特别重视的 福气那是人们所认为的善报 是生活对于一个人最好的回馈 而苦难则是人们所认为的不幸 大多人都不愿意触碰到苦难 不过在这个世上 福与获这两者 本就是相伴相生的存在 有福气的人自然要经受无数的苦难 而经受苦难的人 是为了更好地收获到福气 关于福获 到家的老子有这么一句名言 获惜福之所以 福惜获之所福 这个世间的一切事物 其实都会相互转变 而且福气和祸患这样的事 它到底会往哪个地步发展 关键还是 本事要看人的本身 到家以逍遥著称的庄子曾有言 智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 在庄子看来 只要人们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 摆脱世俗功名的束缚 相信人们就能够跳出福获的怪圈 从而真正活成最为自由的真我 可在这个世上 有太多的人 他们别说活出真我了 有可能连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都成问题 因为他们自己造就了命苦的人生 红尘俗世间 一辈子都命苦的人 有这么两个缺陷 在努力也是徒劳 心态不好的人 一辈子都过不好 庄子有言 福哀莫大于心死 而人死一次之 比肉体的消亡更为严重的 其实就是人内心的衰亡 只要人内心出现了问题 像 近这个人的生活 也会遇到或大或小的不幸之事 一位在岸边钓鱼的年轻人 他无论怎么等待 都钓不上一条鱼 因此内心崩溃 且情绪暴躁的他 直接就在岸边大骂 一泻内心的不满之气 过了一阵子之后 有一位老人走到他的身边 说了这么一句话 年轻人 你不适合钓鱼 如果这么钓 相信一辈子都不会有成果的 说吧 老人家便离开了 而年轻人也不信邪 只是怀着一股子的怨气 在那里等待着 期望着鱼儿能够上钩 可是他接连钓了好几天 还是不见鱼儿上钩 这个时候 他有点顿悟了 那就是人之心态 往往会决定这个人的未来 于是乎 他在家休息了几天 再怀着一颗坦然 知心来钓鱼 这一次他有所收获 而且受益匪浅 心态就像是一面镜子 你暴躁了 那他也会对你的人生暴躁 你笑了 他也会带给你的人生 满是美好 在这个世上 没有不幸者 而只有心态不好之人 在庄子看来 人最坦然的境界 便是不乐寿 不挨夭 不融通 不丑穷 做人就该做到 不为了长寿而快乐 不为了事物的夭折而悲哀 不为了自身的通达 而倍感荣耀 不为了贫穷 而感到丑恶 但是 就是这四件事 我们大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 当人逐渐老去的时候 人们会期望长寿 所以他们便不断地吃不同的保健品 到最后 人越是想长寿 可越是特别短寿 当人想要圆满一生的时候 人们通常会为了一时的荣辱 而患得患失 丝毫不能把内心放平开来 就是这样的 他们只会走向极端 最后一无所得 内心满是遗憾 我们常常在抱怨命运不公 上天的不垂涎 但却忽视了人这一生都是因果 如何因如何果 没有人能改变 举头三尺有神明 因果轮回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 你做了多少善事就有多少福报 反之 你做了多少恶行 也就会受到多少报应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恶中有报 每个人都有不同于别人的人生境遇 其实我们的命运并不是别人所能控制的 控制我们命运就是我们自己 但又该如何控制自己的命运呢 提到杨将先生的诗 后 很多人首先会想到 他是钱中书的妻子 但实际上 杨将远比钱中书成名要早 他的戏剧被搬上大荧幕的时候 钱中书尚且没有开始写那部被众人熟知的围城 所以那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钱中书是杨将的丈夫 杨将先生是我国仅有的几位女先生 在文坛上的地位不容小觑 他的作品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 可真正影响我们的何只是作品呢 仅仅只是杨将先生本人就足够我们敬佩和学习了 1997年早春和1998年岁末 杨将先生的女儿钱院和丈夫钱中书相继去世 这对于一个当时已经87岁的老人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但一味沉溺于悲痛里并不是杨将先生的格局 他抵住《万念俱灰之痛》 翻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 这是杨将先生的跨界之作 也是他首次从文学的范畴进入哲学 很难想象 一个将近90岁高龄的老人 如果能在先生和女儿先后离世的情况下 依然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持之以恒的做学问 对于他来说 这已经不是热爱了 而是一生的事业和责任感 他的敬业和专业 给很多年轻人上了一课 更是活出一个女性最伟大的模样 提到杨将先生 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那本《风靡全球》 在版高达一百多万册的散文集《我们撒》 可却鲜少有人知道 这是他96岁高龄的时候 出版的这本书里 最触动人心的一句话时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撒》 在这本书里 他回忆了 自己的一生 自己的家庭 读完以后 让人忍不住惊叹 原来真的有人 在过着我们向往的生活 为什么杨将先生 可以一生通透洒脱 这跟他从小养成的习惯 和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 一个人只有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 拥有足够宽的眼界 和足够大的格局 才能遇事不慌 沉着冷静 因为他见过世面 他的人生阅历告诉他 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无论多大的问题 只要人在 就总会过去 在这个世界上 有钱人很多 但真正活得有质感的人 却很少很少 有钱的人 如果没有精神素养 多半人负担心穷 而有一种则刚好相反 即便一生清贫 依然活得自由自在 格外富有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些过 不好的人往往只有一个原因 读书太少 恰如杨将先生那句 你过得不好 只是因为想的太多 读书太少 如果有机会 好好读书吧 书中的世界 远比你想象中更精彩 读书的意义 远比你想象中更重大 你过得不好 多半因为想的多 读书少 希望杨将先生的这句名言 你我共勉 聊起运动 大多数人说的 都是健身房 打卡 极限挑战 以及各种高大上的运动项目 却忽略了最常见 最简单的运动走路 走路不需要器械 不需要高难度动作 好处却数不胜数 有一句老话这样说 走为百炼之首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那些坚持走路锻炼的人 身体竟有这种变化 你有多久没有不行了 现代交通工具的便捷和多样 让生活于其间的人提升了效率 解放了双脚 但也带来不少健康问题 打开微信运动的部数 每天的累计部数 少则几十步 多则几百步 我有一个自由工作者的朋友 前段时间接了一个紧急项目 不得不待在家里赶工 吃饭就叫外卖 累了就上床休息 如非必要就不出门 就这样 一个月后 她的情绪激进崩溃 约我吃饭见面 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很担心 她看上去精神状况很不好 皮肤粗糙 没有光泽 看上去跟几个月前胖弱 两人一见面就吐槽说她去体检了 医生居然说她年纪轻轻 就有了高血脂 最后她哭笑不得地说 医生除了叮嘱她 按时吃药之外 还要求她每天至少不行一万步 她不想出门走走也不行了 身体状况强迫她必须不行 不行作为正常人都有的基本技能 却长 常常被我们忽略 人类的惰性总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能走就不跑 能坐着就不站着 能躺着就不坐着 但是当我们彻底解放了双脚 就真的好吗 美国科学杂志曾经刊登数据 没有长期走路运动的人 心脏病的概率增加7倍 高血压的概率高达17倍 肥胖症的几率更是高达200倍 事实上 有规律的步行锻炼 是保持健康最便捷有效的方式 工作几年来 小王的体重直线飙升 半年前 单位组织体检 刚30出头的小王 不仅体重超重 还患上了高血脂 脂肪肝 拿了体检报告单 医生严肃地告诉小王 血脂高有可能导致血管硬化 堵塞 甚至破裂 而脂肪肝 导致肝纤维化 肝硬化 甚至肝癌 医生建议小王要立刻减肥 调节血脂 饱肝护肝 从而避免严重的疾病 健身减肥这件事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一开始 小王也尝试了打球 跑步 游泳等 总能找出理由为自己开脱 运动健身成了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有时候竟然一两个星期不动 一下去医院复诊 又被医生严厉批评了一通 有一天 小王在邻居家吃饭 说到社区一位七十多岁的王大爷 原来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天天与药罐子打交道 但他坚持走路健身 每天早睡早起 早晚步行五十分钟 几年来 高血压和心脏病得到有效控制 变得很有精神 人也越来越乐观 从他那听说 走路还能防癌呢 小王听完有点着迷 又有点不敢相信 走个路真有这么大魔力吗 走路能抗癌吗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癌症形成原因众多 可能是先天基因性的变异 也可能是后天不良生活习惯所致 而美国一项七十五万余人的研究分析显示 每天运动一小时 与乳腺癌 子宫内膜癌 肝癌 肾癌 结肠癌 骨髓瘤和非或其筋淋巴瘤 这七种癌症风险降低相关 每天EH运动相当于正常速度走路 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运动 散步走路可使人心跳微微加速 也会使人进行更多的深呼吸 这对人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 俗话说 百炼走为先 钟南山院士就把步行事做 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他提供的一组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每周步行大于或等于4小时的65岁以上老人 比每周步行小于1小时的65岁以上老人 心血管发病率会减少69% 病死率则减少73% 美国心脏协会2021年流行病学预防生活方式和心血管代谢健康大会上发布的一项研究 也表明老年人多走路更长寿 走路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 能够起到强身健体 增强身体抵抗力的锻炼效果 走对了路 身体能收获这些好处 降低死亡风险 来自北卡罗莱纳大学 焦糖山分校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分析了美国女性健康研究中涉及16732名 年龄在66岁之期 18岁女性的数据调查行走模式和部数与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在2011年至2015年随访期间 有804名女性去世 研究者将每天的行走模式分为两类 一类是零星的 短时间偶发部数 如走楼梯 走路 去开车 或做家务等 另一类是不间断的 行走10分钟以上 其中可能包括有计划的锻炼 如散步或去健身房 结果发现 不管是零星散步还是较长时间的不间断行走 部数更多的人寿命更长 且在约4500步之后 这种效应趋于稳定 具体来说 开始零星走路能带来最明显的死亡率降低 部数在3200步以下时 与日常不走路的人相比 每天零星走路部数每增加1 千步全因 死亡率大约降低28% 同样长时间快走越多 生存获益越明显 每天走路超过2000步 与不走路者相比 死亡风险降低31% 消化变好了 有句话说 饭后走一走 活到99% 足以证明走路对健康的重要性 但现实中 很多人下了班回到家 吃完饭后都是躺着休息的 躺着 躺着还是困意了 哪里还想起身于走路 若是饭后能适当地走路散散步 是非常有利于肠胃的健康的 因为这时走路可以加快肠胃的蠕动速度 加快食物被吸收与消化的速度 防止腹胀 促进消化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饭后走路最好在吃完饭半小时后再进行 刚吃过饭不宜 立即运动 因为这时体内的大量的血液都集中在胃部 立即走路的话 反而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 容易负长 保护关节和肌肉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体内的钙质和骨质都在不断地流失 若是不运动的话 关节和肌肉老化的速度只会更快 但若是运动强度过大的话 也容易伤害搭配关节和肌肉 而走路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既运动了 强度也不大 长期坚持走路 人的各部位的关节会变得灵活起来 即使老了也能行动自如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内的微量元素也在逐渐流失 尤其是构成骨骼的主要元素盖 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容易骨折的原因了 走路就是一种很好的提升骨密度的运动 通过走路可以锻炼骨关节的灵活度 还能促进对钙元素的吸收 从而提升骨密度 如果能坚持每天晒太阳的话 对钙的吸收会更好 锻炼心肺 心肺健康 身体也会更加健康 因为可以吸入更多的氧气 人的精气神也会更好 寿命可能还会比一般人要高 而通过走路锻炼的方式 就可以很好地锻炼到心肺 保持正常的心率和呼吸的频率 是很有益于健康的 走路还有利于抗氧化 女性患者想要保持年轻美丽的面庞 就必须每天坚持走路 每天坚持长期走半个小时以上 可以有效地预防衰老 走路也是维护大脑健康的窗户 不少专业医生对患者建议 老年痴呆者 大脑萎缩者 每天走不少于两千米 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大脑的面积 也会减缓记忆力下降 导致的老年痴呆症 既然走路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是不是走得越多越好呢 当然不是 任何事情都是有度的 走路也是一样 专家表示 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每天走路五千至六千步 是比较合适的 少于五千步起不到锻炼的效果 多于六千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过度劳累 因此日行五千步 才能让您健康长寿 此外 老年人在走路的时候 应穿舒适的运动鞋 不要穿皮鞋或拖鞋 否则容易对足部造成伤害 还可能会因为鞋子不舒服而摔跤倒 所以舒服的鞋子是走路的必备 每日邮报曾报道 每天走路二十分钟可以延长生命 降低早的风险 每天快走三十分钟的人 不仅可以保护心脏健康 还能提高情绪的愉悦度 保持一天的好心情 看到过这样一个真实案例 有位会计师阿姨 由于长时间服案工作 缺乏锻炼 刚刚四十多岁的时候 她就患上高血压 定期就要吃药打针 忍受疾病带来的折磨 后来遇到一位医生 建议她每天步行三十分钟 刚开始效果并不明显 但她一坚持就是半年 半年之后再到医生这里来复诊 精神状态已大有起色 经测量发现血压已经明显下降 不仅如此 步行带来的好处多多 这是花钱最少 也最有效的运动项目 千万不要小看它的功效 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掏心掏肺 什么是最现实的人际关系 如果你每天给她一块钱 只要一天不给 她就会恨你 如果每天给她一个巴掌 只要一天不打 她就会贵谢你 人性如此 生活如此 感情亦如此 别说这很残酷 这就是现实 而与异性相处的时候 更加需要注意分寸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异性之间 绝不能说的话 都说人到中年 谁也逃不开中年危机对生活的影响 何为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说的不 也是身材的走样 还有家庭的危机 和精神的孤独 所以 有很多的调查显示 中年是一个最容易出轨 和背叛婚姻的年纪 在社会中浮沉了这么多年 每个中年人 都难免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异性朋友 这无可厚非 但韩寒说过一句话 女人用友情来拒绝爱情 男人用友情来换取爱情 在和异性的交往聊天之中 一定要把握住相应的分寸 别越过底线 更别暧昧不清 否则伤己更伤人 不要总在深夜联系 异性相处最重要的就是距离 人在深夜都是感性的动物 会不由自主做出很多感情上的冲动 会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望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研究表明 陪异性聊天到深夜的行为 一般只发生在热恋 的情侣之间 或者是追求者与被追求者之间 男女之间的纯友谊 本身就是很脆弱的 如果双方总是在深夜中互诉忠常 那么久而久之 就自然会暧昧不清 异性之间 如果在夜晚一定有非联系不可的理由 那也要懂得适可而止 留出空间做好恰当的梳理 之前有朋友和我说起 为什么他和青梅竹马的男性朋友 能保持长达四十年的纯友谊 老张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小时候一起上学 会想到对方家里蹭饭 两人都单身时会一起跨年 在失恋时会彼此安慰 但在两人和各自的伴侣结婚后 他们的相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两人从来都没有再单独见过面 每次的见面都是两个家庭的聚 会 也从来都没有在不恰当的时候 联络感情 前一阵子 这位朋友生病了很久 他也一直不知道 后来听别人说了之后 就给朋友发微信询问 虽然他们聊了很多 但一到九点 两人就默契地结束了聊天 有句话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句话不但适用于同性朋友的相交 异性朋友之间也是如此 一个真正的好朋友 不会因为你的避嫌而离你远去 更不会因为你们之间的不联系而生分 所以说 异性之间的交往 一些界限是必须要注意的 它不是多此一举 而是尊重 更是底线 不要总吐露自己婚姻的不幸下文 我给大家讲一个离婚案例 这是一位女士离婚后的讲述 明眼人都能看出的把戏 当 出的她却信以为真 沉迷进了另一段爱情中 在她的讲述中 有段日子 她老公出差在外 她整天无所事事 在家晚短视频消磨时间 在化妆技术以及美颜的加持下 她获得了很多人的好感 有一个好哥哥和她成了朋友 每天都来夸她长得美 在对方的赞美下 这位女士感觉自己貌美如花 在虚拟的世界中 她仿佛重新找回了春天 渴望爱情的浪漫 可最终 不仅爱情没来 她也因此失去了幸福的家庭 这位女士暂且叫她大力 35岁 离婚半年左右 八个月前 宫外孕差点要了大力半条命 老公不原谅她 半年前和她离婚 即便将来大力找人再婚 也永远生不了属于自己的孩 孩子如今 大力非常悔恨 她说 我曾经是一个顾家的好女人 和老公是初恋 有了孩子之后 在家相夫教子 好多年 一直勤勤恳恳 一切悔恨 全都来自于错误的感情倾诉 以及自恋 如果对家庭多上点心 如果早点知道这个结果 我也不会这样可怜 大力结婚多年 一直以来婚姻和睦 只是有时 她会感觉生活乏味 爱情越来越平淡 偶尔有些别样的想法 某天 趁老公不在家 她和一个男人约了会 在大力的讲述中 老公不在家的那两个月 她忘记了平淡生活的可贵 她像别人一样拍小视频 配上伤感的音乐 只为获得别人的安慰 由于多次不小心 她把幸福的婚姻拍散了 后来 即便老公回来 她依然和那个男人保持着关系 只要老公不在家 她就找机会去见面 老公工作太忙 疏忽了这件事 她以为天衣无缝 当她发觉自己怀了孩子的时候 那个男人却消失了 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大力知道 那个男人回了老家 为了躲避她 她放弃了送快递的工作 大力本想瞒着老公 把孩子生出来 可被告知 孩子的位置不正确 不能生 必须早处理 大力慌了 她苦恼了好几天 眼见瞒不过 只好向老公坦白 老公口头上原谅了她 可处理完这件事 她收回了原谅的话 和大力离婚 大力回忆说 别人都没事 天天我这么容易就中招了 多年夫妻感情没了 很后悔啊 是 我旧游自取 那时候婚姻不如意 感情太平淡 我只想找个人诉苦 我没想和她发生什么关系 可犀利糊涂就弄到了这步田地 不要说暧昧的玩笑话 异性之间关系再好 如果对方已经有另一半了 有些话是不能轻易说的 因为男女之间的感情 很容易通过聊天聊出来的 一些暧昧的话语经常说出口 很容易会制造出恋爱的感觉 一步步使两人的关系变得不单纯 我们生活中 很多人不懂得把握语言的分寸感 有时候不知不觉 就被暧昧的语言 分为蒙蔽自己的双眼 尤其很多的已婚女性 她们在枯燥的婚姻生活中 寻觅着一丝甜蜜的感觉 一旦被人嗅到了 就很可能有机可乘 也许她 她们会安慰自己 认为双方只是聊聊天 不会有实质性的接触 充其量只是感情生活的调剂 但是有些话不能随随便便和异性说 而只能和最亲密的人诉说 否则越界就是分分钟的事 想念一个人 我想你了是一句很暧昧的话 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承受 通常男女朋友之间 会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 你什么时候会去想一个人呢 当然是这个人在你心目中 有很重要的位置 而且你们关系是很亲密的 男女之间的暧昧 也是从思念开始的 把思念藏在心底 是一种单恋 而把思念告诉给对方听 就是一种表白 如果女生没有拒绝对方的暧昧言语 而是若无其事地接受并且表 可是有同感 这无异于是给对方机会 发展俩人的关系 你真漂亮 你很好看 你是我喜欢的类型的 这是一种赞美与欣赏 但同时也是一种好感 难道连夸赞的话也不能说吗 不是不能赞美对方 而是要看看怎么赞美 如果一个劲地赞美对方的外形 诸如漂亮 美丽 身材好等 这其实是一种性暗示 如果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异性之间频频关注对方的外表 也是暧昧的一种表现 但是倘若你真的很欣赏一个人 可以夸赞对方某件事做得很好 或者性格才能之类的 这不会让对方感到不适 你有空吗 我想见你 邀约是一种拉近彼此距离的方式 也是很明确的表白 我想见你 这种话对 与关系不是男女朋友的人来说 无疑是在引诱对方 与自己单独相处 制造见面的机会 这时候 有的人会感到不妥 会委婉地拒绝 但是不排除有的人 会接受放任彼此的交往 也许你会说只是见个面而已 只要自己把握好分寸就没事 但是感情的是 谁也不能说得准你 怎么自己不会飞蛾扑火 陷入甜蜜的陷阱 一旦你觉得相处很开心 就会越来越放松警惕 放任自己去尝试 一步步犯错 也浑然不知 人生有诸多不易 总有事与愿违 总有不遂人意 那些烦恼的事 过去的事 不能改变的事 与其耿耿于怀 不如与之和解 做人要活的真实 别伪装 开心了就放声大笑 伤心了就痛哭一场 委屈了就倾诉一下 没必要把自己包裹 不需要让自己遮掩 简简单单做人才会快乐 真真实实为人才会轻松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不让自己的心情生病 比什么都重要 作家胡弗兰德说 一切对人不利的影响中 最能使人短命邀往的 就是不好的情绪和恶劣的心情 心情好 看什么都顺眼 心里一团糟 生活只会乱如麻 把心情照顾好 比什么都重要 人活着最不划算的行为 是常常哄别人开心 却总是遗忘了自己的快乐 总是忙着考虑别人的感受 顾及别人的情绪 却偏偏忽略了自己 越忍者重 越疾者亡 人生最好的活法 是学会哄自己开心 因为一个人只要把自己哄好了 却明白了 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局外人里说 如果想要快乐 就一定不能太关注别人 人这一生 最紧要的不是把眼光和精力放在别人身上 而是关注自己 看到自己的需求 关心自己的情绪 取悦自己的内心 当你学会取悦自己 生活才会眷顾你 当你学会哄自己开心快乐 自会靠近你 无论什么时候 讨自己欢心才是生活的王道 过去的日子里 也许你亏待过自己 总是因为一些小事 把自己的心情弄得一团糟 但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 失忆烦躁的时候 看看正能量的电影 听听舒缓的音乐 让自己保持乐观 劳累疲惫的时候 停下脚步 歇一歇去尝尝美味的东西 看看美丽的风景 给心灵降降压 松松吧 学会适当犒劳自己 放松自己的心灵 善待自己 吃想吃的饭 见想见的人 做喜欢的事 怎么开心怎么活 怎么舒服怎么来 别等着谁施舍阳光 学会做自己的太阳 把心情照顾好 比什么都重要 日出东海落西山 愁也一天 喜也一天 遇事不钻牛角尖 人也舒坦 心也舒坦 这首开心摇离几句话 就道出了生命的真谛 生命不长 快乐才是幸福所向 是开心的过 还是痛苦的活 决定全在你自己 当你常为无关紧要的人志气 总因无足轻重的是烦心 日子只会越过越糟心 当你清空多余的杂念 放下内心的负累 过去的事不再纠缠 未来的事不多操心 自会深轻松 心不累 过去的日子里 无论你因为什么人忧伤过 因为什么事烦心过 都别再放在心上 接下来的日子 愿你记得 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只有过不去的心情 把心情照顾好 比什么都重要 累了 就给自己放个假 好好歇一歇 重新出发 病了 就不要死死硬扛着吃点要休息 养精蓄锐 难过了 就不要委屈着自己 痛痛快快哭一场 发泄情绪 其实生活一点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 自己先倒下 常言道 烦恼天天有 不减自然无 无论到遇到什么 怀着乐观的心接纳 不抱怨 不愤怒 就不会有烦恼滋生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 偷偷溜走了 当我们还沉浸在 自己是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少年时 人生虚于一瞬间 青春已逝 终年悄然而至 回顾前半生 忙忙碌碌 努力想闯出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鲜明的棱角 让出入社会的你毫不畏惧 执着 较真 有着自己的小脾气 也正因为如此 无形当中伤害了身边的许多人 梁石秋曾经说过 血气沸腾之际 理智不太清醒 言行容易愚愤 于人于己都不宜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脾气这个东西 一定要控制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 谁都不甘愿 无私接受别人的脾气 失望攒够了 也就离开了 青春已逝 身体的恢复能力也逐渐变弱 余生就该心态放宽一些 放过自己 放过他人 去看看世间的美好 也许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 别轻易发脾气伤感情 佛说众生平等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都是需要维护的 无论双方是怎样的身份 当情绪来临的时候说出的话 常常口不择言 也许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误会有的时候就这样产生了 成年人的世界里 双方的感情如果受损了 并不能像小孩一样 一颗糖就能哄好 尤其是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大家都活得不容易 你发脾气的时候 自己内心是得到了释放 但别人的内心却增加了负重 久而久之 被伤透的心 也就会慢慢离开你了 人生下半场 别轻易发脾气 来到这个时间 遇到的人是缘分 所有的感情都来之不易 要学会好好珍惜 恶语伤人六月寒 别因为你的脾气 让身边的人 身边的感情被你伤透了 余生不该如此孤独 别轻易发脾气伤身体 人到中年随意发脾气 坑身体 有损自己的健康 人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是自己的身体 发脾气其实是一件惩罚自己的事情 气大伤肝 你又为何要跟自己的健康过不去呢 俄国文学家图格涅夫曾说过 那些异于爆发激情的人 最好在发言之前 把舌头在嘴里转上几圈 当一个人情绪来临的时候 总是很难控制自己的言行 理智的人 善于让自己慢慢冷静下来 坚决不做情绪的奴隶 发脾气只会伤害自己的健康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长命百岁 有什么比活到九十九岁 还依然身体健朗 笑口常开要来的幸福呢 善待自己 好好活着 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人生下半场 已经没有什么事情 是值得去纠结的了 快乐多一点痛 苦就少一点 别轻易发脾气 请放下 脾气可以有 但是不能乱发脾气 社会的压力如此之大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说不出来的心酸苦楚 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决定 那与其活在抱怨痛苦当中 不如先放宽一点 想得越多 越容易把自己困住 生活也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只是我们被情绪蒙蔽了双眼 没有发现那些美好瞬间 人生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单行道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纠结着不放 只会让自己的心负重不堪 前方一片大好光明 不去追求 为何要纠结那些逝去的痛苦之事呢 人就该看开一些 生活是值得去享受的 前半生让自己劳心劳力 人生下半场要好好取悦自己 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 拥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才能活得更加通透 学会看开 享受当下生活 活得更加通透 学会控制情绪 放下那些看不顺眼的事情 随那些年轻人去折腾吧 总有些路需要他们去摸索 总有些事你也管不了 与其为那些事发脾气 不如看开些 过好自己的生活 你会发现 人的心境都会不一样 生活适合自己就好 别攀比 别埋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我们都是一介凡人 别让别人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不去委曲求全 也不去迎合别人 生活适合自己就好 别攀比 别埋怨 我们的人生能否活得幸福 全在自己的心情 只有自己有一个好心态 就能拥有幸福的人生 人生的路上 可以依靠的永远只有自己 人活着 苦一点累一点 算不了什么 谁的生活都有苦累 谁的人生都有心酸 只要自己保持一颗好的心态 什么事情都不能让自己为难 人生的路上 可以依靠的永远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强大了 别人才不会欺负你 这世上没有捷径 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让自己变得强大 人生百味 总要自己体会 坎坎坷 总有自己经历 别总是抱怨命运不公 因为你只有在经历中才会变得坚强 总有一天 你会发现 所有的付出都是一种值得 生活是自己的 别在意别人的眼光 只要我们自己不颓废 不消沉 就能时时刻刻拥有一个好的心态 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们 人活一辈子 心态很重要 人活一辈子 总要经历太多的磨难 静下心来想想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一帆风顺 谁都有自己的难处 不说就是没事 人活一辈子 心态很重要 一个好的心态决定了你的人生 别让悲伤的情绪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一生不过三万天 开心一天是一天 其实生活的烦恼 都是自己找的 你若心态好了 再大的事情都不算事情 你若心态不好 很小的事情都能让你心烦很久 人生其实美好 有阳光 有花开 只要我们善待生活 生活就 不会辜负我们 你要相信你是我 善良一定会换来最美的人生 人活一辈子 心态很重要 好心态就能拥有美丽的人生 不纠缠 不抱怨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 所有的幸福都会来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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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